長城回國的旅客 下機就先做唾液檢驗 一個小時就能知道結果 陰性才能出關 陽性就送機坪上救護車 指揮官陳時中到桃園機場 視察防疫措施 在這邊篩檢一部分人起來 我想有等比例的 一個安全性的保護會來增加 這是我們今天非常期待 桃基群聚案累積到目前為止 一共25人確診 疫情已經往外跑 醫師認為現在只能做好 社區防疫先安全度過春節再說 考量到春節到來 這時宣布全國升到三級警戒 恐怕重創民生經濟 但桃園疫情如果明顯擴散到雙北 到時候北北逃可能得先行升級 像現在防疫旅館本身量能就已經 很緊繃了 那假如我們如同很多國家都看到的 又指數型上升 你要讓每一個輕症全部都隔離 我覺得真的這一次會有困難 現在我國疫苗涵蓋率高 醫師認為會出現大量輕症的情況 醫院量能無法負擔 因此得換配套措施 針對國門新政策 醫師建議不應該局限在長程航班 最好採鼻炎PCR 防疫提高標準 堵絕病毒 三地新聞 一段請上來台北參謀報道